你好 下午4点到55分 我们环球邮报 台北新闻的读者们 台湾539的会员们 大家午安 快要说晚安 那么我们来看看台北西门厅 这家店是一直在排队的 卖日本的产品最有名的 也绕过很多大新闻 说大夜班吸水两万六 来 社长现在在了武昌街 今天还算人山人海了 社长刚刚从红包厂 一百块的红包厂听完歌 快来跑到了武昌街 每次回来的时候 我们要会拍一下台北西门厅 因为我们在个喜剧 我们到人潮多的地方 来 右转到了汉中街 那么社长现在的方向 看中间就到了六号出口 到六号出口 包括到今天也快一个礼拜 没到这边的红包厂 上个礼拜是到了七楼 到今天为止整整一个礼拜了 今天去是三楼 三楼跟我是有缘的地方 我突然感觉到三楼是跟我有非常有缘的地方 前天的电视新闻有报道 电动人员在监狱站把人赚到了 结果被判一年 缓刑一年 划不来 因为那位常战人士 也是穷哈哈 苦哈哈 开电动人员 要不然判一个月 缓刑一个月 一个月罚金是三万块台币 到哪里去缴 法官大概叫他警惕自己一下 名字非力牛肉 超独家后切牛排 还有多项鲜面食材 让您爽上吃到宝 只要666 现在还有啤酒 天上以后大宝 最有名的地标叫豪大鸡排 豪大鸡排 最有名的地标叫幸福堂 卖珍珠奶茶的 它的珍珠奶茶是真正的流奶 全部都是流奶了 前面到了阿中面馅 最近我也常买阿中面馅 今天好像还没吃到什么精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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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山师社长在吕秀莲这个拜自助餐的 这也是很累 他卖了一条鱼给我 而且每次给他代工费那么贵 干脆不买了 我花了那么多钱没有用 现在花钱要有价值感 不能学以前 因为现在没有算到钱 走走走来到了中华路 楼上红堪影杂 上个月三千块还好没跟他买 因为过年三千块的港式影杂 我这个月也不会再买 以后都不会买了 傻瓜才去买 不要去他这个小便宜 钱那么难赚 三千块不要一下就给他了 吃个两次 吃个一次花五六千块花不来 现在也不会再请客的 没有用 最主要是没有收入 没有收入就苦哈哈 回去买一个素菜火锅来吃 八十八块 来到了中华路六号出口 我现在要从四号出口进去 今天是由六号出口出来 六家是叫十 十十九的 我每次玩十八六十九都有中奖 所以我希望今天也能中奖 神明会保佑的 神明会保佑 因为下个月的二月二号是土地公过生日 我们在这边预祝土地公圣堂前九 也祈求我们观生地区 土地公今天降牌给我们 感恩感谢 这就是台北西门银